凤凰每周快讯游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特约赞助 并协同 您健康的选择大甜豆品联合赞主播出 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让起来关注下头条新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20号提名 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 马克思·鲍卡斯为下一任驻华大使人选 另外一方面 总统奥巴马周五表示 将派45名军事人员到局势动荡的南苏丹 保护美国驻南苏丹大使馆和美国政府在当地的雇员 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继续留意晚上直播的凤凰每周新闻 乘凤来去直航北京 自今年7月12号起 国航将使用全新波音777-312型客机 开通休斯顿北京直达航班 每周一、三、五日飞往北京 航班号CA996 246日返回休斯顿 航班号CA995 头等公务经济三仓座椅 全部配备独立电源 预定咨询 敬请垂寻各大旅行社 登陆国航网站 活泼打销售热线800-882-8122 我这个人非常注重生活品质 工作之余 我喜欢跑跑步 呼吸新鲜空气 听听小鸟叫 我觉得跟大自然接触 是件特美妙的事 当然除了戒身之外 我也非常注重饮食 每天一杯大甜豆浆 补充营养 大甜豆浆 是我生活质量的保障 大甜豆浆 滴滴新鲜 卑卑可口 欢迎回来 让我们来关注下 全美各大主流媒体的新闻消息 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瑞德今天宣布 参议院将于下月6日表决 确认现任美联储副主席叶伦 为新任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 瑞德说 根据近日达成的协议 参议院今天进行了程序表决 最终以58对34票表决了 叶伦的提命案排入议程 参议院将于假期后赴会时 进行确认叶伦提名的最后行动 据悉 总统奥巴马早前提名 今年67岁的叶伦 取代博南克为新任的美联储主席 经济消息方面 脸书及其董事长兼执行长扎克伯格 合卖7000万股脸书A股 他们授股之时 脸书正准备加入标准普尔500指数 脸书昨日表示 该公司和扎克伯格授股 主要是卖给投资组合 以标普500指数股票为基础的指数基金 脸书将在20日收盘后加入标普500 扎克伯格昨日另宣布 他计划在本月底之前向硅谷社区基金 患有糖尿病的成年人发现这些人如果走落越多 在将来的几年里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就会越小 报告还显示缺乏必要的运动会使人的寿命减少3到5年 是一患癌症心脏病和中风的几率升高25%至50% 好来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亲爱的 我把网络加电视加电话的TRIPLEFLATE 准备在电话费上省钱了 TRIPLEFLATE的电话超贵的呀 为什么不换成iTOOPB呢 专门为华人两身听作的 我刚从BRIC换成iTOOPB了 怎么样 学会清楚的吧 相当清楚啊 但是号码会变吧 免费保留原号码呀 一个月4块9块9起 打多少算多少 聪明的选择 更低的价格 姚明基金会合作伙伴iTOOPB 每月4块9毛9起 直播全美加全球 加20块 立即升级成无线套装 iTOOPB吗 我要转号呀 每个人 每个阶段 都有iTOOPB相伴 20元的旅程能带您去多远 福特Cnex Energy 惊奇登场 环保署预估市区友好 108MPG1 享受插电Hybrid 与行驶共乘车道的双重便利 福特Cnex Energy 带您实现梦想的座驾 20元的旅程能带您去多远 Ford Go Further 欢迎回来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下个大平面媒体的消息 纽约市议会通过一项最新法案 将电子香烟也纳入城市的禁烟令范围 这将是市长布隆伯格在离任前签署的最后一项禁烟举措 预计法案将在签署后的120天起生效 纽约市议会周四晚间以43比8的投票通过一项最新法案 将电子香烟也纳入城市严格的无烟空气法范围 全市五大区凡是不能抽普通香烟的室内公共场所 比如餐厅酒吧办公楼等也将禁止电子香烟 旧金山湾区捷运董事会新任主席凯勒表示 正在考虑禁止工会未来罢工行动 这位捷运资深官员称 他参与了过去两年与捷运工会代表断断续续的谈判 也经历了捷运工人的两次罢工 认为有必要制定相关法律禁止类似的罢工事件再度发生 凯勒表示捷运劳资双方纠纷破坏了公众信任的交通系统 这也是为何他要拟定提案 督促2014年11月选出的州立法者 修改目前的捷运法案 禁止运输罢工的真正用意 一起来看看加拿大方面的新闻 加拿大最高法院的法官们今天以9比0的悬殊比数 推翻了联邦政府的反昌计法 与之相关的三个环节全部被推翻 包括反对妓院靠卖淫为生及街头拉客 此判决被视为性工作者和民权团体的重大胜利 加拿大最高法院周五对反昌计法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裁决 该法庭上次支持反昌计法还是在34年前 此次的决定很可能改写这个行业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凤凰美洲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内容请收看晚上直播的凤凰美洲新闻 我是张梦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周末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凤凰点微博 一起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的热点微博 日前Netflix的CEO李德·哈斯汀在与奥巴马的一次会见中 抛出了橄榄枝 邀请美国总统来热门聚集纸牌屋客串 哈斯汀是在日前与美国总统关于解决奥巴马一改计划网站问题 和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监测工作会议上提出邀请的 不知道奥巴马会否接受他的邀请呢 不过由总统去客串电视剧 估计应该是史上最大牌的大牌了吧 下面让我们来看这条微博 美国一项研究显示拥有较好的容貌可能会让你从高中起就因相貌受益 并受用一生 美女比相貌平平的女性的工资会高出8% 丑男在工资上的劣势更是高达13% 报告称就连打电话时人们都会认为貌美之人的声音比相貌普通的人的声音更动听一些 我估计这份报告是从哪家外贸协会研究出来的吧 最后这条微博 让我们来看看一下什么是土豪牌的自行车吧 北欧一家公司生产了世界上最昂贵的自行车 该自行车度了24k黄金 全身用600颗高品质的湿滑落石漆水晶进行点缀 每辆自行车价格为6.7万英镑约和人民币67万 每辆自行车都是纯手工打造的 让顾客有一种怀旧的感觉 不过这怀旧的感觉代价也实在太高了一些吧 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奉点微博 我们下期再会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